家居检疫人数越来越多 地出日用品的要求也各式各样 社工工会的调查就发现 有过百中难用情况 例如有人要求买生日蛋糕 一次过买40只香蕉等等 邓一文报道 家居检疫的人士不可以出门口 有需要的话可以致电民政署 社处社工会安排送食物和日用品上门 工会估计大约800个社工帮手 社处社工工会3月问卷 卷访访了超过280个社处职员 发现仍然有很多特别要求 调查中社工认为滥用的个案 还包括买生日蛋糕、烧酒、美颜用品 也有人一次过要20卷厕纸 40只香蕉等 有份负责送物资的社工 Karen说虽然社处3月中发出食物指引 但担心如果不满足市民的要求 会有麻烦 我们不能选择 民政署给我们 我们就会看 会说你不满足我 我就会投诉你 现时买物资是用公帑 9成7的备访者认为 社处应该设立物资金额的上限 防止滥用服务 工会已经将调查报告交给社处 希望厨方参考建议 包括将送物资的公罪 外判给社处机构做 社处回应 华会审视检疫人士的要求 确保支援合情合理 有线电视记者邓日文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